沒有那麼的好 然後再來就用抗病毒用藥 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排斥西藥 西藥都毒啊是不是 那毒要不要吃啊 早吃 該吃還是要吃 芒果毒不毒啊 吃了皮膚會不會癢 不會 你不會有人吃了會 還會不會要吃 口腹是越來的時候還是會吃 是不是 錯動物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喔 它很毒欸 要不要吃 要吃 我看你來看病了 好 對不起 所以基本上 有幾個原則 基本上延緩肝硬化跟肝衰竭 是到肝癌的功能當中 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之後怎麼辦 東西的核心就很重要 OK 通常肝功能不是只有在 不是只有你一發炎就會有疲勞感 通常這個高大大概一百以上 應該覺得疲倦 但是有時候你去疲倦的時候去抽血 肝功能會不會高 那不見得 但是 但是對慢性肝癌的人 肝功能的異常 或是疲倦感 大部分都是相關療症狀 或是疾病惡化的特色 那高到四百以上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實物明顯的持育不振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忽略 我認為說我原來是因為怎麼樣 通敲唱歌夜唱所引起的 是因為怎麼樣 我輪班 叫三班輪班所引起 但很多時候對肝癌的人 很遠不是 我認為是不是應該會吸引肝癌的人 很遠 其實他的風險 比一般來 一般民眾的他還要提高一點 好 正常而已沒事 其實這是錯誤的 好 雖然我剛剛提的 其實對於已經確定是病毒感染的一些患者而言 指數要怎麼樣 越低越好 能夠二十就不三十 好 能夠十就不二十 好 這個很重要 這個目前已經在 在肝癌防腦上 幾乎是我們大家所看到的一個 一個課題 然後 所以 我們一起把這個再念一次好不好 怎麼樣保護肝臟 第一個怎麼樣 肝功能檢測 再來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體質找出來 你比如說現在你怎麼樣 肝就是容易發炎 有些狀況就是容易出狀況 這個一定要自己一定要記得 所以 這樣好了 有沒有 最好不要乖乖的對不對 OK 所以怎麼辦 當然 我們就要來點飽肝的小蜜 好 國際大空洞要拿三澡 哇 心火好旺 心火旺的人會怎麼樣 晚上會做夢 然後呢 做夢的時候會想很多 想到睡不著 這是中醫所謂的心火的特色 而且還會有口瘡 舌頭破 好特色等等 那這個怎麼辦 這時候 可以試試用年俏 就是降心火的用藥 滑雪 來使用看看 好 然後再來 哦 有一個人有點怎麼樣 三昧真火的第二把 叫做胃火啊 胃火他們有什麼特色 哦 大家把它記起來 哦 有牙齦腫啊 嘴巴破啊 便宜啊 胃口悶啊 兔兔啊 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其實也可以用中藥來調整原體質 所以用山楂五味 滋滋 那效果都還不錯 好 再來 還有口中茶 這個也是可以用 他用的是正面高級的藥材 會讓他清蒿這個用藥 以及抗茶 可能一方 晶瑩花 一併來使用 然後呢 哦 還有這種症狀 怎麼樣 還有這種博士怎麼樣 會冒兔兔 有冒兔兔的人舉手嗎 還在冒兔兔的人舉手 只有我 是不是 他笑咧 好 好 知道症狀有分 所謂要化膿或不化膿 結果這部帖子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 那可以用點商業啦 攤寶寶吃的東西好不好 哦 攤寶寶吃的東西 真的是會火 然後 再來剛剛我們剛提到的 那當然有空的時候 想要做症狀用了 但用了都不用了 把我都保養了 還冒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好 那好 我們要做不做的 人生欲足 反眠 記得要說出來的話 其實說給你不知道耳聽 都沒有 有時候農場就要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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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記得要說出來的話 怎麼樣 脫離 透明 的確 因為再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用中藥的面膜 這我就不再 所以養肝這麼重要 很重要 然後 把體驗的脂肪消掉 這麼重要 把這個記起來好不好 我認識用的是和首屋啦 神渠啦 土靈啦 這是 這是怎麼樣 這是西門町的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烏梅湯的 等民方被我偷來 不是啦 就是 這是很好的一個瘦子 用方大家可以 好 生活小技巧 我們再記一下 保護肝臟 你的中藥原因 一個是什麼 鮭魚消火 再來呢 鮭魚食 再來呢 原理 不好的環境 油大 食物不要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真的嗎 七里香不好吃嗎 你看 都點頭了 能夠減少就不要 很好 然後水分基本上也是 補充很重要 然後對肝病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是 定期的抽血檢查 再來呢 參波要不要少 要 參波要不要追 然後還有怎麼樣 第四個怎麼樣 最重要的 喬根底是誰講的 又是媽媽講的 我怪你得一分 那我不是冠軍 OK 好 我們就集在這裡 養肝在春 吃肝傳體 好 體育不好 也是很重要的保肝力的策略之一 好 今天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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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